我是TYC館長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蜘蛛人無家日電動頭盔 蜘蛛人無家日電影已經上映了 館長也是漫威的粉絲 看蜘蛛人這部電影是從小看到大的 所以館長在第一天的時候 一早就去看收藏 真的非常好看 建議大家一定要去看 但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這個漫威MCU宇宙的蜘蛛人的電動頭盔 那為什麼說是電動頭盔呢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跟大家說明吧 剛收到的時候呢 上面是一個神盾群的圖脈 那我們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Spiderman的標誌 拿出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 我們招牌的漫威蜘蛛人 頭帶起來的樣子 那其實 三代的蜘蛛人的頭型都長得不太一樣 漫威宇宙MCU的這隻 湯姆固蘭德飾演的蜘蛛人 他的眼睛是因為 藉由鋼鐵人史塔克工業的這個科技 幫他製作的這套全新蜘蛛服 那不管他是從第一集 的返校日到離假日到無假日 他的每一套蜘蛛人的頭盔呢 都眼睛都是可以動的 而且就是說會是戰鬥的狀況呢 去做不同的調整 真實的這個世界呢 其實以前是不會動的 那自從鋼鐵人頭盔之後呢 那這一次出的這個蜘蛛人頭盔 也加入了這個鋼鐵人的這個科技 那所以他是會動的 那我們就來開給大家看 那首先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裡面 他們有一層這個 保衛龍套 那這邊就有看到我們的 蜘蛛人頭盔在裡面了 好 OK 拿出來看一下 噔噔噔 這是我們蜘蛛人的 電動頭盔 銀殼造型 那我們把鏡頭拉近一點 跟大家做說明 順便給大家看看館長的蜘蛛人收藏 除了電影的面罩之外呢 從最左邊的 這個是蜘蛛人的最原始系列 蜘蛛人123 以及近期再起的12 還有返校日跟離假日 那現在還有一個無假日 到時候收起之後再跟大家一次做分享 我們近距離來看一下這個蜘蛛人的 電動頭盔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是半透明的 他這邊是可以看的到裡面的 所以從裡面可以看到外面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麼厚呢 是因為他裡面有機關 所以才有辦法讓這個眼睛可以動 一般的頭套都是這種布布料而已 但是他這個是硬殼的 那我們看一下裡面 裡面的設計是這樣這樣 OK 所以你看 他是可以看到外面的 看到我的手 那這邊呢 機關在上面 上面有可以放三顆4號電池 那這裡有個小小的開關 在 那這邊往前推一下 這樣子就會啟動了 東西長這樣子 那這四顆按鈕有什麼功用呢 其實沒什麼功用 只有這個D鈕才有功用而已 另外這三個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做出來 總之呢 你只要按了這個D鈕呢 眼睛就會變小了 再按一下就會變大 再按一下就會變小 就是這麼簡單 就這樣操作而已 但是就是說因為他有時間差 因為按一下才會動 按一下才會動 我們就 來親自試帶給大家看 那帶起來就像這樣子啦 他這邊是有這個 比較長的這個布 是可以讓你連接到液體裡面 所以看起來就像是 你裡面真的穿的蜘蛛中一樣 但是這邊 這邊是可以 也稀微看得到視線 好 那這邊可以講話會有聲音 可是呢 真的很悶啊 腿長帶一下下就覺得很喘 好這個 才體驗到當蜘蛛人真的不容易 所以這個蜘蛛人算真的是太好看 大家一定要去看好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就是 按一下D 就會動 按一下就會打開 再按一下就會關 再按一下就會打開 就是這麼簡單 它就只有這麼像一個機關而已 用這個眼罩搭配這個按鈕 就可以講類似以下的話 一色傻瓜 今天的開箱 我們就展示到這邊 快要不能呼吸了 我覺得蜘蛛人真的是 最不像英雄電影的 英雄電影的 蜘蛛人真的是 一個非常矛盾的英雄 你會非常喜歡他 建議大家還沒去看了 趕快去看 好那我們就 欣賞一下 簡短預告片 我們是一隻隻手 我們要把他放在鋁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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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在鋁蠟裡 我沒辦法 我怎麼可能 我沒有辦法 蜘蛛人無家日 12月15週三 電影院限定震撼大螢幕 最后的影片呢 記得當館長 按讚 訂閱 分享 分享加留言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拜拜